本屆里约奥运竞技场除了充满剑拔弩张的较劲异味 其实还有满满的爱 中国跳水运动员合资虽然在女子三米跳板项目区区亚军 但她的男友秦凯在颁奖台当众求婚成为一时佳话 两人回想这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尽是充满复杂的情绪 男主角当时还有所犹豫脑袋一片空白 至于女主角当下还沉浸在错失金牌的遗憾氛围里 但是幸好这段六年长爱情长跑修成正过 携手共度人生 本届奥运中国队伍喜事连连 继红荒姐赴云会凭着直率性情一炮而红后 最新焦点则落在两天前上演当众求婚的跳水情侣 合资及秦凯 秦凯透露虽然她当时看似胸有成竹 走上颁奖台在全世界面前向女友求婚 但其实她极度紧张 脑袋一片空白 根本无法记得求婚细节 只知道鸡不可施 必须要赢得美人归 就是求婚的头两天 自己想了一下 觉得不想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吧 同时两个人同时参加奥运会 又是第二届奥运会 那么上一届她又给了我 那样的一个拥抱一个安慰 我觉得这届我应该为她去做点什么 因为毕竟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适当的人物都在一起 我觉得是时机的 而在访问期间 全程紧牵着未婚夫的手 甜蜜依偎的合资则表示 秦凯突如其来的求婚 让她感到意外 尽管遗憾无法在女子三米跳板 摘下金牌 但此时此刻的她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为了这个梦想 努力了快二十年 但是我就是说 最终还是有拿到了银牌 所以我肯定当时 还沉浸在这个成绩当中 所以就是表现的 不是那么的兴奋 那么的开心 但是她所做的这一个举动 让我再过第二天再来看 我觉得我真的是无比的幸福 三十岁的秦凯 及二十五岁的合资 相恋六年 两人恋情在二零一二年 伦敦奥运会曝光 当时参加男子三米跳板 双人赛的秦凯 因为错失金牌 跪地痛哭 合资送上拥抱安慰 成为一时佳话 四年后的今天 两人虽然依旧无法拿下金牌 但最浪漫的幸福 早已经在身边